这里啊我用了一个plotacf还有这样一个plot一个pacf 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一个acf还有这样一个pacf的一个图画出来了吧 那上面呢就是我的一个acf的结果 然后它是有些阴影的吧 阴影表示什么阴影表示我们的一个知性区间嘛 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不同的一个接触它的一个自相关性的一个变化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之前说了一件什么事 我们是不是说我要选一个p值还要选一个q值出来啊 那这个怎么选呢 咱们看完图就给大家来说这个事 那这个下面就是一个p的acf啊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接触对我的一个相关系数的一个影响是多大的吧 然后接着咱们来说 有了这两个值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去啊进行一个模型的确定了 在这里呢就是关于我这个偶尔亚模型啊 我需要p还有d还有这样一个q d呢我们重点观察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p啊还有这个q 他俩来说啊就是有这样两种说法 就是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acf和pacf这样两个结果来去看 去看呢这个p和q是取多少的 对于咱们这个ar模型啊 咱们这个自规模型 ar模型的时候需要我们观察什么 需要主要我们观察这个pacf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pacf啊 它在多少接后是结尾的啊 结尾什么意思啊 就是落到我们的一个直进区域内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就是我的一个ar模型 然后它是看的pacf这个东西 这是pacf 然后这是第一节 这是第二节 所以说啊第二节就落到了我的一个直进区域上吧 所以说我的一个q值取二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ma模型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ar模型 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ma吧 咱们的一个移动平均 移动平均它是看什么 它是看acf acf呢它是一个q它是一个q节结尾的 那这个q值取什么呢 咱们再来看我的一个acf acf啊第几节落到了一个直进区间啊 咱们数出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值啊传进来 当成我的一个q值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acf啊和pacf是原来做什么的 是来帮助我们啊进行一个模型的选择 当我们进行模型的选择的时候啊 尤其是这个ar啊还有ma 它俩选择啊 主要是靠这两个acf还有pacf指标 对于这个p选择要去什么 什么样哪个p接的值啊 在acf上它是衰减区于0了 在那个pacf上它是进行了一个结尾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p值拿出来 那对于ma模型来说呢 观察那个图在哪个接的时候啊 结尾了并且在另一个图上 它是720了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啊 把咱们的一个p值还有q值给它拿出来 p值和q值拿出来之后啊 相当于是咱们一会要建立模型的参数就确定好了 这个参数啊需要我们自己的先去把这个图画出来 通过这个图呢我们可以自己的进行一个指定 这是啊其中一种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数据的一个接数啊 可以设置的比较小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个个去尝试啊 一会再大家画一下怎么样去变利啊 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数 还有这样一个评估的方法的 嗯这个咱们接着拿这个来说吧 这个就是刚才来说的啊 咱们的一个p啊和这个q怎么去确定 p呢是看我的一个pcf啊 这下面就是我的一个pcf 在我的一个第一阶上 我们来看这块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阶之后 它的一个就是落到我之音区间上了吧 所以说这个暂时取一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对于上面这个来说啊 对于咱们的一个acf来说 我来看acf是决定我的一个q值吧 看一下我的一个q值啊 什么样情况下是比较合适呢 是不是当我的一个期间 这个这个过后我们再取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啊在我当前这个阶下 我给它画下来吧 在我当前这个阶下 是不是说嗯 它右边就是都是落到我一个知情区间上了吧 这是我第一点要求 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是一个对我的acf来说 它是一个q值后要进行一个结尾吧 q值后我们来看 这块进行了一个结尾吧 这块中间我额外的冒出一些点 这些咱们不用管啊 可能有一些就是起义值啊 起义值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 咱们就可以不用管少部分的起义值点 这块是不是说它q值结尾了 因为这就是q值之后 都落在了我一个知情区间上 然后呢并且它不光也保证 q值结尾吧 还有保证什么 在pacf上它趋近于零了吧 衰件 我们再来看我画到之后 是不是说它在pacf之后 再接之后啊 它又衰减为零了 基本上 所以说啊 当我们进行一个ar 还有ma的一个选值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这样两个东西 p的什么选择 p的时候我们要看 acf的值的时候 它是趋近于零 然后pacf时候 它进行了一个结尾 那q值呢 q值啊 在acf上进行结尾 在pacf上进行趋近于零 这样的东西 听起来啊 反正是比较绕 但是呢 大家实际的把这个表格拿过来 拿着这个表格啊 咱们对照着我的一个acf 还有pacf图啊 去看就比较合适了 因为这两个图啊 都比较大 所以说我就没放到一个ppt上 放一个上面 放不开 然后不带我看 所以说 到时候大家还得辛苦一下 就是到时候对照着 我们这个表格去看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p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q 能够满足我 这样的一个要求 满足我这样一个要求 我就把当前的p和当前的q 分别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啊 咱们的一个参数 就给它确定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 维瑞环模型啊 建模的流程 其实啊 咱们就是 现在都已经说完了给大家 第一步 我们是进行一个平稳化吧 差分确定d 然后呢 第二步什么 第二步啊 我要进行一个接触的确定 看一下acf和pacf的一个值 第三步呢 第三步啊 直接调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用维瑞环 维瑞环进行建模的一个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咱们接着拿这个代码 先往下说啊 咱们说到哪 咱们就继续去讲哪 我看一下啊 下面又做一件什么事 下面就是说 当我去统计 它的一个自相关系统的时候啊 一方面我可以画 这样一个acf的图出来 另一方面呢 就是你想把它的一个结果啊 看起来更直观一些 你可以画这样一个三点图啊 就是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一个t-1阶 和原始数据的一个三点图 这是我t-2阶 这是t-3阶 我们就可以把不同阶的一个数据 拿过来相当于是一个维度了吧 多了一个维度 跟我原始数据啊 做这样一个对比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的一个相关系数啊 给它算出来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其实呢 这些值啊 跟我们上面值啊 算出来的值都是一样的 这回呢 我就把啊 只不过说把它画成一个三点图 画成一个三点图啊 是看起来更清晰一些吧 如果说你想深入的分析数据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把这样一个三点图啊 给它画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只想进行这样一个建模操作啊 我们就直接选这样一个合适值就可以了 用我的一个在资金圈上啊 找出来这样一个关系 依照我的表格 算一个最好的P和最好的Q就完事了 但是咱们现在啊 说这个选P和选Q啊 只是通过咱们这样两个图 其实呢 还不太 就是还有一些误差因应运速啊 可能导致我们P和Q选的不准 一会儿再来大家来说一个 就是咱们用一个便利的方法 画一个热度图 那个是更直接一些的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画这样一个图啊 就是在这个图当中 我画了很多的一个souplot 在souplot当中啊 不同的souplot 我指定不同的一个维度 第一个图啊 我就画原始的一个数据 第二图呢 画它的一个直方图 第三个图啊 ECF PCF 我们也可以把它画在一起 上面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模板啊 到时候大家用的时候啊 只需要干什么啊 只需要是说 把我们自己的数据传进来就可以了 需要改的东西啊 很少啊 只需要把你自己的一个值放进来 自己的数据放进来 就可以把这样一个色图画出来 用这四个图画来进行一个分析 还有评估啊 都是蛮方便的 多号 tämä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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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